安倍晉三遇襲奏事 那么在今天举办了他的葬礼 不过有关于嫌犯真正的杀鸡到底是什么呢 一开始大家以为可能是不满他的一些政治的立场 不过嫌犯现在跟警方说 其实是跟宗教有关 跟政治立场是无关的 那这个宗教呢叫做统一教 我们今天就先带你来认识 到底统一教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起源 先来看看这个宗教呢 其实最早是源自于南韩 后来才传到日本去的 创办人呢就是这一位 他叫做文先民 实际上呢他十年前已经过世了 但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你可以看到全球有上百万名信徒 而且这个宗教比较引发争议的 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集体配婚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新郎新娘两个人 可能以前是不认识的 透过配婚来成家 好这个事情其实过去也曾经登上媒体版面 那今天呢就有传出说 其实山上彻也就是非常不满这个宗教 这个宗教跟他妈妈有关系 因为他的妈妈呢 先前在入教之后 就有大量的捐款给这个宗教团体 然后还导致家庭分崩离析 连亲友也说就是因为钱都给教会了 没有钱买东西给小孩吃啊 所以导致兄妹俩从小的时候还需要亲戚来救济 好那有关于这个说法呢 其实统一教也证实了 山上彻也的妈妈确实是教徒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捐很多钱 捐了多少这部分并没有细讲 好那山上彻也为什么会对这个宗教恨之入骨呢 可能跟小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开心的经验有关 所以山上彻也他自己跟警方说 他说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杀了这个统一教的高层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高层呢太难接近了 所以干脆转目标 那他的目标为什么会变成安倍晋三呢 原来是因为他有去上网搜寻 然后就发现统一教似乎当初从南韩引进日本的时候 是跟安倍的外公有关系的 安倍的外公以前也是日本的首相叫做岸信介 那么据了解呢好像是跟统一教有关系 所以呢他才会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他引进了日本之后 所以他妈妈才会信教 这么一连串的一个自认为导致安倍晋三的杀机 好不过安倍晋三他其实并不是教员之一哦 因为昨天统一教有开记者会说 安倍晋三并不是统一教的成员 然后呢也有说岸信介也没有协助 当初这个宗教从南韩传到日本来 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协助 他们是透过传教士一个一个传教 才把这个宗教组织给合力起来 变成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组织 好不过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警方认为有可能这个嫌犯 他大概是误信了网路上的一些传言 但是安倍跟这个宗教完全没有关联吗 也并非如此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南韩媒体的分析 说其实统一教在美国日本都有强大的人脉 毕竟他们有上百万的信徒嘛 那么安倍晋三呢跟美国前总统川普 当初也是靠着统一教他们的牵线 所以呢就强化了美日同盟 再来就是说安倍他所属的自民党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支持者都是来自于统一教 再来就是安倍去年九月份也曾经拍一支影片 来祝贺统一教的一个集会活动 然后似乎还曾经有去统一教去进行演讲 好所以跟这个宗教实际上是有一些些往来的 那么有关于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宗教 引发了一连串的杀鸡 这个是现在他的说法 警方还要调查